前两天我也忘了在哪个专辑了啊 刚讲了弑母杀妻案 那么接着查吧 咱们今天呢来讲一桩逆子弑妇案 其实这个案子当年好多媒体都报道过啊 并且年份不是特别长 很多朋友可能也还记得 这事呢发生在2014年春节 北京市一个41岁的叫做孙丽染的家伙 三拳两脚就打死了他70岁的老父亲 咱们呢从头说说这个逆子啊 这孙丽染呢身材挺瘦挺小啊 我们也会在节目下面放上孙丽染的照片 大伙可以看看 他曾经四次违法受到过行政处罚 两次犯罪被判过刑 还因为惹事被揍了 结果呢把别人送进监狱去过 可以这么说 孙丽染呢彻头彻尾从一而终 他就是一个流氓 就是一个无赖 那孙丽染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样的呢 孙丽染1973年9月份出生在北京市 他是家里边的第二个孩子啊 也是第二个儿子 有一大哥上完初中之后啊 就不想上了就辍学了 踏踏实实在家里边可就当上啃老族了 18岁前后 基本上结交的朋友啊 都是一些街头上的小会会 小流氓 1994年7月份的时候 孙丽染呢 21岁了 因为打别人被行政拘留10天 1994年9月份 也就是上一个事 刚犯了不到俩月的功夫 因为销售赃物 被劳教了两年 出来之后 1997年8月 24岁的他因为犯流氓罪 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两年 两年以后 孙丽染又接着从监狱里出来了 可是一出来之后 头一件事是什么呀 把自己的大哥大嫂就赶出家门 他大哥呀 跟他还真不一样 他大哥呢 人很孝顺 平时想看看父母 还得趁着孙丽染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的去 留点钱呢 留点东西呀 也不敢让孙丽染看见 放下赶紧就走 其实孙丽染从20岁左右的时候 家里边就都知道他是个混蛋了 彻头彻尾的混蛋 怎么呢 从小到大呀 只要犯错了 他爸爸呢 就会肢体惩罚啊 说白了就打呗 喷喷五六打一顿呗 到20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还手 把他父亲给打了一顿 从这以后算是打上瘾了 他爸爸一个五十多岁的中老年男同志 哪弄得过一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呀 照理说 法律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严惩 该给你敲个警钟了吧 该踏踏实实老实做人吧 没有 反而让他学会了 怎么利用法律 比如咱们刚才提过一嘴的啊 有人因为打他 反而进了监狱 那是怎么回事呢 03年的时候 5月1号晚上 十点来钟吧 孙力冉呢 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啊 在2202工厂门前头 因为点小事 跟几个小伙子呢 就起了争执啊 在争执过程之中 人对方是四个人 把他鼻梁鼓就给打折了 经过法医鉴定 这是轻伤啊 揍他的四个人里 跑了仨 就剩下一个22岁的 这小伙子呢 姓张 这姓张的说了 我宁愿坐牢 我也不认账 我也不给他钱 孙力冉就是该揍 孙力冉一看啊 要不着钱了 报警去吧 是吧 2005年11月4号 小张被逮捕了 最后因为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 十个月 不过呀 孙力冉也没得逞 是一分钱也没拿着 别看孙力冉这么浑蛋 但是他特别有女人缘 北京市门头沟 有一个女人啊 官方资料里面 说叫张翠花 我估计也是画名 这张翠花呢 喜欢孙力冉 就跟着孙力冉呢 一块干起了 仙人跳的勾当 说白了呢 就是这张翠花啊 先去勾搭别人去 勾搭的差不多了 最后这孙力冉 从天而降啊 该讹钱讹钱 该打人打人 05年9月20号下午4点 这回仙人跳的 前期工作呀 都做好了 门头沟呢 有一老刘 老刘啊 跟张翠花 已经是准备 发生点什么了 这时候孙力冉 破门而入 直接就跟老刘就说 你把我女朋友 弄你家里 你就是想强奸她 这事儿 我必须告诉你们家里人 报警也行 你说怎么办吧 这老刘也害怕呀 这事儿要捅出去 以后没脸 在社会上混了啊 以后这家里边 这家人们 还不都得跟我翻了呀 于是他就写下了 一万块钱的欠条 问题光舌财还不行 还喷旁五六 挨了一顿揍 鼻青脸肿的老刘啊 直接被送进了 解放军总医院 伤情被医院诊断为 左眼矿内臂 下臂 线性骨折 上额斗前臂 骨折 左眼内线 经过法医鉴定 这是重伤 伤残程度为十几 10月17号 晚上11点 孙力冉 把人老刘揍那么惨 胆子还挺大 又闯进 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了 找着老刘了 以老刘没兑现 欠款为借口 迫使老刘 再写下一张 一万块钱的欠条 并且要求 五天之内 先给我拔签 随后 开走了老刘的轿车 作为抵押 老刘一看事已至此 再也不能忍气吞声了 就报了警了 孙力冉 不知道啊 10月21号 到解放军总医院 找老刘 本想拿钱 结果没想到 让公安人员 抓个正着 2006年3月14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 敲诈勒索罪 判处孙力冉 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 为什么法院 对孙力冉判的这么轻呢 是因为孙力冉的父亲 和老刘达成协议了 他父亲赔偿老刘 医疗费 务工费等经济损失 两万八千块钱 基于民事上的事先赔偿 老刘呢 就不再过分追究 刑事上的责任了 你看啊 孙力冉犯这么大事 他这老父亲 还袒护着他呢 咱们暂且不论 他之前犯的这些事 就匡说啊 街坊邻居 亲戚朋友 对这个人的口碑 我们也能够想见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街里街坊一提起他来 那就是一个词 这是祸害啊 百万庄那条街上的饭馆 这孙力冉呢 都去吃过霸王餐 大饭店不敢去 惹不起 专门找外地人开的小馆子 后来呀 人那些小饭馆的店主 见他从远处晃过来 都赶紧关门 我活出去 生意不做了 有大点的饭店呢 赶紧的上点韭菜 陪着笑脸 让他赶紧吃完走人 免得在这搅和生意 在街坊邻居眼里啊 孙力冉呢 天天就跟个醉猫似的 从街上晃晃哒哒的 路边摆摊的 甭管是卖水果的 卖香烟的 卖小零食的 卖菜的 看上什么 过去拿了就走 从来就不给钱 谁要是敢开口要钱 孙力冉拿眼这么一瞪啊 哪个摊主也不敢惹他 警察来了 也拿他没办法 彻属于无理取闹 对吧 你说他就拿一根 黄瓜两头算 他也不够判刑啊 你甚至连拘留也够不上啊 你也就教育教育 可口头教育 他老子都教育不了他 你警察能怎么样啊 更让街坊无奈的是什么呀 孙力冉只要手头上没钱了 就变着法的 找街坊邻居去借钱去 他呢 不偷不抢 他也知道 我这要偷了 我这要抢了 那你们报警 我这叫犯罪 我这不是 我不是跟你要钱 张大妈李大婶 我这是跟你们借钱啊 他怎么借呢 把这个无赖本色呀 发挥的淋漓尽致 本管春夏秋冬啊 光个膀子 穿个内裤 跟耍流氓似的 进了邻居家门 往人沙发上一躺 要不床上一躺 张大妈李大婶 我这反正 最近缺钱花 得借点钱啊 什么时候还不知道 要是不给钱吧 我就也不出去了 我要在这躺着了 正好困了 睡一觉吧 就用这种法 要是真是张大妈李大婶生气了 我说孙立展 你要在这儿 我可报警了 抱抱抱 随便抱 可劲抱 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到最后啊 人张大妈李大婶 街里街坊子 人不理他这茬了 你不躺着吧 那你躺着呗 你大冬天穿个小裤衩 你在这里边 你只要动不死 你就在这儿躺着 我就是没钱 他一看 也借不出来钱了 他就逼着他的老父亲 这时候他爸爸已经煮上拐了 让他爸爸去找街坊邻居借钱去 当时呢 这孙立展他妈呀 身体不好 他就给他爸爸理由都找好了 你借钱去啊 你就说我妈啊 得得得用钱治病 你知道吗 得买药 反正老爷子出面了 也还能够借来点 到了13年3月份 孙立展的妈妈呀 突发脑梗就去世了 哎呀 这孙立展也愁啊 我妈死了 我爸在借钱 就用什么借口啊 又给他爸编了好多 他爸爸也受不了啊 你这拉着老脸出去借钱去 他不丢人吗 所以呢 那就总是找理由搪塞过去 就不去 后来孙立展知道了啊 你不去老东西 你不去 你不去 我打死你 只要他爸不去 就得挨他的骂 挨他的揍 大伙呢 看老人实在可怜啊 就这家给300 那家给500 就把钱呢 塞给老人 孙立展一看 哦 这老家伙有钱呢 哎呦 你这钱都给我吧 啊 拿着这钱 吃喝玩乐 还得养活跟他同居的女朋友 姓曹啊 小曹 14年2月2号 这天呢 是农历的大年初三 这老父亲呢 想趁拜年的机会 跟邻里呀 缓和一下关系 就让孙立展给哥哥打电话 你问问 问你哥什么时候来家里啊 早上九点 孙立展给大哥打电话 他哥就说了 啊 我初五回去 老父亲呢 就想着带孙立展去拜年去 孙立展说了 老大没回来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吧 说完了 在饭桌前一坐 酒瓶子就打开了 从大中午一直喝到大晚上 两斤多二锅头就灌进去了 晚上八点来中 迷迷登登啊 醉醺醺醺的孙立展 实在是不耐烦了 拽着老父亲 跟女朋友小曹 一块就出家门了 百年就百年吧 第一个去的是宋家 因为这宋家呀 有一老奶奶 敲开门之后 宋家兄弟大过年的 也是笑脸相迎 可一开门 就见孙立展呢 在后边骂骂咧咧的 还踢着他老父亲呢 我说你老东西你样的能不能走快点啊 宋家兄弟以为孙立展又是来要钱的 没搭理他 孙立展呢 也觉得没面子 拽着父亲就往外边走 嘴上还在那骂着父亲 宋家兄弟作为外人 人都看不过去了 宋家大哥就说 大过年的 别在我们家骂骂咧咧的 孙立展一听就不乐意了 就跟宋家大哥呀 就吵起来了 宋家兄弟呢 又叫来俩邻居 把孙立展教训了一顿之后 轰出家门了 挨了宋家兄弟一顿揍 又让随后赶过来的警察教育了半天 孙立展是窝了一肚子火 一进家门 直奔老父亲就过去了 朝着老父亲的脑袋 劈头盖脸的就打呀 是又打脑袋 又打肚子 还用俩脚轮换着 在那踹他爸爸 就这么着 一直打了一个多小时 小曹再出来这么一看 孙立展他爸的头上 耳朵 嘴里全是血 就这么着 一直打到了 二月三号凌晨一点 后来发现老父亲 躺那不动的 孙立展也害怕 找了三粒塑校救心丸 塞进老父亲的嘴里边 可是为时已晚 他爸呀 心跳早就停了 浑身冰凉 这时候孙立展酒就醒了一半了 让小曹拨打120 可是当两个医生赶到孙立展家的时候 死活敲不开门了 俩医生又赶紧报警 民警赶过来 这才把门叫开 开门以后 孙立展还是堵在门口 不让民警和医生进去 这公安都来了 能听你这个吗 一看 这警察和医生直奔他爸爸的尸体就去了 他抄起来一把剪刀 就顶在自己脖子那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这帮忙八蛋 谁都不能动这老东西 医生呢 对老人进行了诊断 确认老人已经死亡 随后民警啊 也拘捕了孙立展 检查机关 以故意伤害罪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人指出 孙立展曾经多次被牢教判刑 出狱之后未满五年又再犯罪 在庭审之中 还避重就轻 没有完全坦白犯罪事实 并且孙立展恃负恶行 触犯人伦道德底线 大逆不道 应该从众处罚 大伙都盼着就得给这家伙判个死刑 可是啊 孙立展的哥哥还是念及兄弟之情 父亲已经死了 他不忍心再失去弟弟 最终还是原谅了弟弟 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原谅 那么就应该从轻处理啊 因为这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孙立展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一审判决之后 孙立展还不服呢 还提出上诉 请求从轻处罚 这判的太重了 我这不应该判这么多 2014年12月26号 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